我我進去女廁 就沒有想到 他怎麼也進來這樣 槍XX柔XXX 然後解褲子 我就問他是不是男人 都不道歉 你必須道歉 懺悔 昨天5月他按了橋樓老師的站 然後我們人都是噁心 我們全部人都覺得噁心 那時候收工 然後就是都沒有人了 我以為沒有人了 對 然後我我進去那個 女廁 對就沒有想到 他怎麼也進來這樣 槍XX柔XXX 然後解褲子 是因為後面 看到越來越多受害者 尤其是聽到受害者親身的事情 還有這些受害者的心境 是那麼的痛苦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站出來 去輔助他們 這邊就是統一交給小龍老師去處理 我就問他是不是男人 都不道歉 你必須道歉懺悔 你爽一時 受害者卻要痛苦一輩子 你道歉懺悔是一定要的 其實圈內這種風氣 我不能說行之有言 但是 只希望metoo運動之後 這種風氣就是 不要再下去了 不要聚焦在我這個人身上 我這個人不重要 請關注metoo運動 這才是重點 如果我是坐在那個台子上 那個抓手 他的腿好漂亮喔 他這樣子 不跟你裝手 你當下會覺得 很喜歡你 可是他的手 很漂亮喔 打炮還蠻 呃片場是蠻偏僻的地方 然後他就跟進來 然後對我搶穩 我手 我大腿 然後我身上有隨身的 手電筒 電擊棒 趁他充線的時候 我就 電他我就趕快跑 對我有反抗他嚇到了 我覺得劇民出來很需要勇氣 那你這是劇民出來指控這樣子 有沒有就是 做好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其實我本來沒有勇氣 我是看到越來越多的受害者 然後我自己心理 陰影面積很大 呃不只是因為Donald先生 對 那看到受害者越來越多 我真的覺得我需要站出來聲援小紅老師以外 也需要替受害者討公道 也為我自己討一個公道 Donald先生到現在都不出面 問是男人嗎 應該出 你自己跟小紅老師這邊聯絡 其實發現這個受害人比你想像還要更多更多 對 你們自己這邊有沒有就是 聯絡彼此 除了小紅老師之外 除了小紅老師之外 我們可能有去了解到一下其他被害人的細節 就是可能他的手法 這部分小紅老師比較清楚 對 對 那我先是聊一下就是你跟他當時發生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幫我大概描述一下 嗯 因為我在演藝圈內斜槓的身份蠻多 那時間線是從2004年到2019年 那我斜槍的身份蠻多 有通道經紀人 有電台化妝師 然後也有來賓上節目 然後也有演員 對 所以第一次 就是 就是 就是電台化妝師 呃 就是四下無人的時候 應該是被他盯很久了 然後 當時發生什麼狀況 呃 四下無人的時候 就是上下起手 那就是覺得 我不用裝了啦 那我就是很冷靜 恐懼但是要保持冷靜 然後一直等到有人進來 我就趕快脫身這樣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呃 電視台的 電視台的休息室嗎 對 對 還是化妝節 還是化妝節 這個是2004年的時候 呃 2004到 2006都有 2006 所以 在這個 兩年的期間裡面 它 就是 不只一次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對 那 在當時譬如說 這個電視台的化妝室裡面 其實進出的人應該蠻多的 他為什麼可以 這麼大膽的 就是 毫無計時的做這些東西 他真的還蠻大的 就是他會 沒有人的 就會跟我說 你 你 你要不要跟我 妳 欸 你 你要不要跟我打怕 打怕 會嗎 你是說他會直接這樣講 對不對 時間線很長 2014到2013 因為我斜槓的身份蠻多 所以他會常常把我認錯人 就會以為我是不同的人 他把你認錯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當作新的目標 新的目標崇拜 然後又reprate 他在把你當成新目標下手的時候 當時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你們兩個彼此是在哪個地方遇見的 比如說2013年是通告經紀人的時候 又遇到了 在片場遇到了 然後他又 不要說有 反正他不記得我 但是我很清楚記得 所以我會很自然就離開了 然後那一天收工 片場是蠻偏僻的地方 片場是蠻偏僻的地方 然後我以為已經沒有人了 所以我就進了女廁 我沒有想到他尾垂我進來 就沒有想到他怎麼還在 因為當時我是確認大家都離開 因為我對這方面我還蠻警戒 然後他就跟進來 然後對我搶我大腿 然後我就假裝順從他 因為偏僻的地方 你喊破喉嚨我不會有人來救你 所以我告訴我自己恐懼 但是 要冷靜 然後我身上有隨身的手電筒 電擊棒 我就趁機 趁機 就是趁他鬆線的時候 我就 電他我就趕快跑